我們最後就來把這個專案檔把它儲存起來在上面 因為我們一開始建立新專案檔 是不是就有一個儲存檔的位置了 好,這是第一個 那你可以順便回頭看一下 我剛剛是放在桌面上新資料夾2 所以我把這個資料夾打開給各位看 你看,我們的這個專案檔裡面啊 它除了說有這個專案檔 有沒有發現它有相關影片的放在裡面 你點開 因為這個是屬於檔案比較大的 所以它會另外一個資料夾去存這些資料 可是如果像我剛剛那些什麼 錄聲音啊或者是照片啊、簡報 它就通通存在它的專案檔裡面 就不會額外放在外面 那因為本身我們剛剛是不是不是用安裝的版本 所以你沒有辦法直接點兩下打開 因為現在電腦不認識這個格式嘛 那你回去呢 如果說你要打開的話麻煩你 不是安裝版的你就從這邊開啟 開啟工程 這樣清楚了齁 這是存檔之後你要再打開的時候要注意的 好,那我們看右手邊這裡 如果你確定已經都完成 我們就把它輸出影片 對了補充一下 剛剛有提到影片要快轉 怎麼快轉 底下 我這支一個一段影片齁 你有沒有看到這裡有一個人跑得很快 這就是控制影片播放的速度 所以萬一你真的有需要 欸這個影片太長了 我只是要給你看那個 比如說類似像縮時攝影 哇讓你看到我操作過程而已 那你就可以來這邊直接設定它的播放速度 這樣清楚了吧 這補充一下的 好,我們來看最後輸出 輸出在哪裡?上面有一個叫導出 底下 選單上面有一個叫導出 那麼它可以導出的這種文件格式很多 我們有提過它變成視訊跟圖片 這個沒有問題 這兩個都是完全免費 不會有任何浮水印 右手邊這邊 它就會產生所謂的浮水印 功能你還是可以用 只是它會有一個logo 在應該是在左上角 左上角 所以它也不會說完全限制不能用 甚至你可以變成網頁 這一塊 好,那我就直接把它變視頻 所謂的視訊的部分 預設它也是MP4 也是MP4 那我就直接把它確定 輸出影片的資料夾在哪裡? 就在你存專案檔的位置下面 所以如果你做好了 做好了 它輸出了之後呢 會在我們剛剛 我存在桌面會在這裡 有沒有發現有一個叫ntitle 它待會我會放在這邊 因為我的專案檔名叫ntitle 未命名 好,所以點到這邊 待會影片在這裡 video MP4 有沒有 只是現在還沒有做好 OK 那就給你試看看囉